接着我们看第四场赛事 我们四场都是一些旧马 因为五班场合 五班的1600米 开飞最热是红尊勇士的3.9倍 个人关就很分左 上到5.3倍 尽尾下飞的下来是2.8倍 飞同凡响 可能波剑市 很成绩有些过关飞 13倍下来是4.9倍 不过之后就回突启了 回上去14倍 暴风合开飞9.8倍 个人关就7.1倍 开跑的时候就回到上去14倍 合进区刚刚赢完的马 都有飞的6.5倍开跑 来到3T场次了 第四场低班赛来的 五班16米 好 一起步的时候 应声弹出 周俊乐的白宝袋 第一只跳出来的 在他内侧潘顿红尊勇士 内档那边是中复者 不忘初心这些都快的 在跟着出来的马 还有合进区 飞同凡响 然后内档那边 葵冲老友 零碧尖一只在第七位 再跟着的马 才看到暴风合 黄金元碎 那些就在马群中间位置 和最容易一起 在后一点 才看到晴朗拍档 然后闪电龙 开心大师 暂时电后就为善聚落 跑了几步之后 头领距离十个马位 那么远 跑到开始 入900米范围的时候 前面戴着头 白宝袋和中复者 这对是快点的 首位第三位 不忘初心 红尊勇士二叠第四 过几码位之后 合进区飞同凡响 然后黄金元水 我当上了一些 上到来拍着葵冲老友 然后还有醉翁二暴风合 然后晴朗拍档 外叠来的 就是M4 M3 帖着蓝闪电龙 开心大师M2 暂时电后 还是遗善聚落 头领距离 缩短一点 六个码位左右 起码一眼看得完 差不多入完之后 直路的时候 前面戴着头 还有中复者 白宝袋 看到周俊落 红尊勇士重定 按着都冲上来 内档不忘初心 没有位置 拼出去外档 田泰安 合进区有位 外面是何宅瑶 黄金元水 大外档上来莫雷拉 开心大师 最后200米的时候 前面迎戳就变了 白宝袋出了头 卖不卖到尾 不行了 合进区上来过他 中间红尊勇士就没有 反而外档 黄金元水挺厉害的 最后几步的时候 合进区斗黄金元水 合进区就一直押着黄金元水 最后准备第一名合进区 再赢一场 黄金元水第二 第三名上来暴风盒 第四名周俊落 白宝袋 今天除了周俊落 何宅瑶投了几场也很拼命 黄金元水这两场都看着他好一点 这次就真的再看多一点 何宅瑶今天很多上名 是只差一场头马 投了几场全部入了前四名 街运来的真是尽力跑 那次合进区上次赢马加他四分 这是什么道理 为什么会加四分这么特别 这是什么道理 这么看不起他 如果以前的平榜员 加低过正常评分 下次一定赢不了 现在要你千万不要测试 上次赢爪黄烈炎基元巧合 其实怎么说 那队也叫四班下来 即使你说基元巧合之前没有表现也好 但都是落斑马 你不是那么肯定下次他赢不了 你就做一些正常的事 加5分 5分 你又要加少1分 每个人都注意赢了 你会不会益体 到时就会多说话 是否要益他 加少分 那输了那些当然是这么说的 当然是不信的 加了这么少分 现在是对的 你回来赢黄金元碎 赢了一条颈 不是很多 应该最不信就是黄金元碎 对的 你耕分我就再贴一点 对的理论上是这样 你加多一分 你又多一磅 你耕分是正常的 那你为什么要加少分 无端端又要 尤其是因为这些低班马 真的一分两分就是一分两分的了 始终你预作一些弱组 又赚了一些耐档 那又赢了 开心大师就失望一点 冲冲一下就没了 看高角度看一看 当然上次1400也不是冲得好 但应该1600是好一点 这两部都还可以 追到黄金元碎的 冲冲一下就没了 他外面那只晴朗拍档更坏 冲冲一下就没了 其实有其他游了 那几部 没了几部 没了二三百 他其实也有其他游了 提早收了工 分段时间 头段24秒02 第段23秒26 第三段24秒65 末段23秒47 总时间一分35秒4 我又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以前我在地道做平榜员 我一只三岁马赢三班 我加了他14分 连我上司来我的房子 很少 喂 加得多不多一点 我说一班马下次再出再赢 真是 一班马再出再赢 在二班上赢 他下次再赢 平榜员要做到这样才行 你加马加少分个人 你就要肯定他下次 基本上多数赢不了 可以打赢得真是 有赢得给你看 我觉得挺没面子的 如果以近年的数据来计 类似情况 贏完之后加分加得少的 又不是全部都赢了 另外一只都赢了 多数都不赢的 另外一只赢的就是要封得封 11只有两只赢 其他那些就 还有一只跑是二 另外其他那些就落底 都过五分一 不要了 加少过五分 一只也不收货 老实说 这场就刚才说 在外面冲 我们看到那只开心大师冲下去 不算很厉害 另外很早就见到收 还有一只晴朗拍档 那只马就回来有事 那他何敏连说 觉得那只马末段内闪 似乎觉得那只后脚好像有点痛 那最后立刻检验呢 真的 那发现他的右后腿就有一处割伤 那这只马要通过首要检验合格 才可以再跑了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说第五场